打工仔转工十常八九 但艺人转工就容易全民满天飞 钟书曼早前宣布将会在未来的九月 离开效力了十五年的经理人公司 有传Sherman不满公司 只是力捧师妹许静雲 李静君和曾乐彤 令自己工作量减少 不过Sherman和经理人霍文熙都开康否认 指双方是和平分手地说 但无论如何 Sherman准备好开始新的工作模式了 其实我早就预认了 应该会有一段时间自己探索一下 但我都开放的 我开放将来会不会有新团体的合作 或者未必是团体可能是 项目认识的、个人认识的 做事一样 只不过可能合作的人会变得更有充满 在这段新的探索旅程 妹妹钟书曼都会陪伴在质 而且希望合作可以越来越多 而不用再等六年这么久 其实之前我和Suki就参加了一个项目 在里面就和不同的年轻音乐人合作 他们创作的东西 那我们那首歌都已经录好完成 接下来都会推出了 因为我和妹妹很久没有公司合唱一首歌 然后推出了 所以其实都期待 六年了 我们从2014年到… 有六年吗? 2014年了 不是 之后我们也有唱的 但公司出了的东西 就是六年了 好的 同场还有郑欣怡、惠兰、惠兰、惠斯和岑丽香 现身黄军兴的新曲发布会 欣怡近几个月一直拍片 分享自己各方面的生活 成功圈倒不少粉丝 接下来Joyce的拍片主题 就回归她的拿手好戏跳舞 其实我自己这一段时间 很努力地在网上平台拍片 刚刚上个礼拜才拍了一首跳舞片 是翻唱别人的歌 然后去跳舞 我都很满意整个效果 应该会在月底推出 给大家看得到 现在疫情下 好像疫情有色的表演歌爆发 如果哭出来都收紧了 会否影响了自己和朋友出街吃东西 绝对会 本身好像没什么 大家开始出来吃饭 但最近又开始跟大家说 不如我们先看好一点 始终安全 安全点好 内地一个影音平台 最近宣布退出香港市场 身为用家之一的Joyce说 虽然没了平台就可惜一点 不过依然无了他继续拍片的热情 一于长拍长有 好看就知道了 好尝尽 谢谢大家